自動感應開啟後車廂 把巨大熊熊成功塞進車裡 特斯拉行銷不間斷 優惠也不斷 7月1號才在大陸宣布 針對Model 3和Model Y標準續航版 推出5年零利率等購車優惠 打出每天最低只要付人民幣85塊 也就是台幣362塊錢 就能無痛購入特斯拉 而特斯拉也是靠著之前的減價促銷 催出第二季銷量的媽 特斯拉公布第二季交車44.4萬輛 小幅優於市場預期的43.8萬輛 再加上與慘淡的第一季相比 激增幅達到了14.8% 表現看似終於回神 再加上進入暑假 離特斯拉預告的大日子 8月8號越來越近了 之前馬斯克就放話無人計程車服務 8月8號上入 再加上最近在大陸也沒看到新一波的降價促銷 有分析師很樂觀 美國的Webush證券認為特斯拉已經走過最遭時刻 再加上AI的應用被低估 還有成長顯力 能源儲存業務發展正向 把特斯拉的目標價 從275美元上調至300美元 但妙的是華爾街分為兩派 一派唱多 一派看空 有人就很不看好特斯拉的獲利能力 有分析師悲觀看待特斯拉的行銷策略 事實上特斯拉的前景挑戰也確實不容樂觀 因為特斯拉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比亞迪 第二季的全電車賣出了42.6萬輛 新能源車的總銷售量則是達到98.2萬輛 距離破百萬只差小小一步 而特斯拉不是只有在大陸市場 被大陸的電動車包夾 包含韓國的Kia 現代以及美國的福特 都在努力追趕中 根據統計在截至今年5月為止的前12個月當中 特斯拉在美國賣出了61.8萬輛的車 而其他車廠加起來的純電銷售 則是59.7萬輛 也就是說過去特斯拉的領先優勢正在縮小 特斯拉面臨多方夾擊 8月份的Robot Taxi是否真能如其上路 就被寄予厚望 由於外線預估Robot Taxi會是在大陸推出 而被稱為特斯拉大腦的FSD到底能鬆綁到什麼程度 至今沒有答案 而在大陸無人計程車的戰場早就在預熱 大陸有很多大城市包含北京武漢 都已經有無人計程車的試行區 像是大陸百度推出的無人計程車 蘿蔔快跑才剛推出第六代共一千輛的新車 標榜能更安全 會先在武漢來測試 要是特斯拉的Robot Taxi真的上路 也已經有一批競爭者在等著他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